字幕提供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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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達自己和和人溝通 這兩個需要是每個人都有 只不過可能大家怎樣去實踐出來 是透過不同的工具 在過去兩年我很想實驗透過電影和小說 去將一些感受表達出來 我小時候很想做電影編劇或導演 在幾年前的一個生日 我又循例要許下這個生日願望 當時想到生日很多時候都是想要送一份禮物給自己 不如我拍一套電影給自己作為這個生日禮物 念頭生起了很容易 但整年的時間都沒有發生 因為實在太忙碌了 一年之後的生日又再許願 發現原來自己根本都沒有能夠將願望實現出來 下定決心不行 我要把它做出來 因為那個決心就變成之後的一年時間 就由寫劇本 運演員 拍攝 到後期製作 前後頭尾用了一年的時間 還要專門用星期六日和假期 將這件事做出來 當作送給自己的一份禮物 本來開始是以為送一份禮物給自己 完成之後發現原來這份禮物 是在送給我自己的學生 和不職業的很多學生 因為在中大這幾年來 我自己都是在中大本科畢業 對中大本身有很深厚的感情 在中大回來中大工作這幾年 和很多學生經常都談的 發現很多學生都是面對同樣的焦慮和迷惘 最明顯的一樣就是 很多人經過了很長時間 和很多人競爭 終於入到大學 得到一種比較自主和自由的生活 反而很迷惘 不知道應該怎樣去利用這些新德的自由 另外就是社會這幾年 經常都會鼓勵人要追求夢想 但是很少人會去問 如果那個人連自己的夢想都不知道 那又怎樣呢 那這些問題其實重重復復 在我和學生相處之中不斷地出現 所以當我去寫這個故事的時候 其實是以很多這些人物 就是我自己很熟悉的人的一些感受 來去做藍本和基礎 在過程之中可以說是將很多 我自己和學生很想說的一些說話 或者做的一些反思 是放在故事裏面 那個故事都順理成章 是發生在中大這個環境 因為中大是我認為 很私心地說 是全香港最美的校園 而這個所謂美不是純粹風景上面的美 而是這個地方是真是有一種獸棄 這本小說是2014年的6月開始寫 當時為什麼會開始動筆呢 是因為2014大家都知道 在香港發生了很多事 那些事每一件都是具體的細節 可能我們已經不記得那麼清楚 因為是一件蓋過一件 是不斷地有事情發生 但是那個情緒應該是 我想很多人和我一樣都會覺得很沮喪 我在沮喪的過程中又排解不了 因為很無力又很焦慮 但是我們好像什麼都做不到 在那個時間裏面 其實創作至少可以幫到我去發揮一些幻想 令到我又得到一點點安慰 在這個背景之下 我是在6月中的某一晚 因為看新聞看到很不開心 就關掉電視後去書桌開電腦 就寫了第一章 那我的故事本身是一個幻想 就是如果有一個人 他可以得到一個穿梭時空的機會 而且不是一次是五次 那他會怎樣選擇呢 在那個個人和社會之間的很多 就是張力和糾結之間 其實他會得到什麼反思 或者他會做一些怎樣的決定 那這些情境是本身令我覺得很有趣 以及已經佔據了很多精力 令到我可以稍稍地去忘記新聞 或者現實世界很多更加荒謬的事情 那你說那個故事和我自己個人的經歷 有沒有一些重疊呢 那我想就真的沒有 唯一共通點可能就是男主角的職業 因為他是一個freelancer 而我在大學工作之前 其實有很長時間都是一個freelancer 過去這幾年 就是很多香港人都很焦慮 是因為覺得我們熟悉的香港已經消失了 所以我寫這個故事的時候 我想在有意識和無意識之間 就是未必是很刻意 一開始就要這樣做 但是在寫的過程之中 都不自覺地放了很多我自己很著緊 或者很在乎的香港元素進去 譬如廣東話 或者一些我們很熟悉的街道 我自己喜歡吃的茶餐廳的食物 或者喜歡去的地方 喜歡的歌 譬如我很喜歡陳奕迅 那我很多朋友看完之後 好像聽到陳奕迅唱歌一樣 將很多我自己很喜歡的 有一些很地道的香港元素放在一本書上 放在一本書上 我很開心寫完之後 在這個時空中會有一個這樣的 將我對香港最情深的記憶 用這個方法寫出來 台灣這個獨立出版社 他們的出版理念就是希望文字和影像 或者文字和另一個創作的媒體 是可以結合在一起 所以我們一開始談出版的時候 就提到怎樣去令到這本書的文字 即有甚麼影像可以配合這本書的文字 我當時第一個馬上想到的人 就是我們學院的陳通文教授 他的相片是有很多令人很多想像的空間 而這個故事本身是跟時間和想像 和現實有很多對話的成份在裡面 所以當我給了一個小說原稿 Dr. Chang看完之後 他很快就已經想到 他可以怎樣去跟文字做一個對話 我們其實是用了不是很長的時間 就已經找到一堆 因為他其實拍了很多照片 我們都看過很多 我們在來回幾次的商量之後 就已經找到一大堆很適合的照片 就是由這個基礎之下 再給出版社的美術設計和編輯 去想怎樣去豐富這本書 我想博群對我來說最大的吸引力 是在這裡可以遇到很多很有想法 還有有創意 最重要是對中大有很深厚感情的同事 譬如我現在身處的草爐 其實是2014年博群大港堂 因為請到台灣的建築師 姚仁喜先生來幫我們做嘉賓 我們就想到一個想法 就是可不可以在中大的校園 某一個地方去建築出來呢 就跟建築學院的Thomas教授談 談談一下就由他和他的學生 平地地建了一個很有思義的草爐出來 就是這些經驗 令到我在這幾年 有點不捨得離開博群 現在是非常寶貴的 有雛 Sham 有石頭